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爷当时点起了我的财富梦想 因为当时马爷写 他在书里说八十年代 用一台电视机换来人家一个红木家具 后来在书里感慨说 现在红木家具能换一个电视台厂 这就是新一代青年向你学习的主要方向 百年了机遇 不过马爷一直人们对你有一种有这种演义 就是说干您这一行的 大家老觉得您怎么也得是个亿万附庸 我们这个行业老有一句话叫捡漏 说捡漏就是你捡一便宜东西 然后卖一个很贵的钱 就叫捡漏 捡漏准确的概念是指今天我捡来的东西 今天就值另外一个钱 这叫捡漏 但我们捡历史的漏不算 比如我20年前买的东西就是很便宜 搁的现在就非常的昂贵 你不能想象的昂贵 这个不能算捡漏 我们只不过是捡了历史的漏 我刚才说百年不遇 对您这讲的深了 我就还是问点浅的 您现在是不是等于是属于富翁当中的一员 我这个财富是这样 你管我要现金的时候我就没有 所以最好不能碰到绑架的 你要东西拿走就可以了 千万别要钱 也希望马爷来了 头一回给咱们新年基年招财尽宝 带来这么一种庸俗俗的气氛 很好 咱们回顾一下这个年 这个年也算是个多世之年 你给我们新闻联播一下 报报 刚才格子一说说一串 马来西亚的沉船 还有一个什么 光浙江就好几个 族域失火十几个人去世了 然后还有浙江老虎这个事件 然后还有广西这个穿山甲公子 然后还现在冒出一个深圳的穿山甲公主了 配对吧 对对的 为什么叫吃深圳穿山甲公主 也是一姑娘2011年2012年晒过好几回吃穿山甲 穿山甲学炒饭什么的 我第一回又知道有这么多菜 说起这个姑娘 我又想起今天还是情人节了 对吧 今天早上我收到的第一个情人节的贺脸 赵少爷好那是杜少爷好 不是是朋友圈的 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个情人节嘛 这个现在这个就是说让大家要注意安全 你看见后边这个大婆手里拿着十块砖头 砖头 一个小讽刺啊 这个哎 但是情人节咱们可以回回顾一下了 就你刚才讲这个老虎 对 为什么我说就老虎啊 我说也真奇了怪了 这成了我们家那天从我爸到我哥 就是一天都在话题 我相信全国也都这样 是的 他一天 而且现在的这个传播速度 你发现有了这个玩意之后啊 我认为几乎就是直播的状态 没错 就当时浙江的这个动物园 哎呦一家人就是一会说 哎呀他是怎么进去的 一会说死了没死 一会说突然来报告 说送到医院已经停止呼吸了 一会说哎呀 就是成了春节聊天的一个话题 然后我进来了一个 就是这个比较懂动物的一个人 就说我跟你说老虎是吧 本能就是见到任何东西 啪一下就打蛇打七寸的 一下扣住你这脖子 一下咬住你这脖子 有时候为了咬的更结实一些 再松一下 更扛这第二下扣住 没有任何东西逃得过 过了一会又有人来报信 说好像咬的不是脖子 咬的是头 太惨了 有视频 太惨了 这个问题就出的有视频 如果老虎吃人那一块 如果看不到视频的话 它传播力就没有那么快 你像上次的 我们传播伦理上 一般是不让说传播这种东西 但是它是老百姓自我 现在不是说 我接到的那种彩信 微信里的视频不是一条视频 是多个角度拍的 因为当时围观的人非常的多 每个人都有这手机 都站在自个的角度上去拍 然后发出来 还有他家孩子那哭 那是他爸爸 冲击力比较明显 当时就有很多人 我发现今天这个社会 你干任何一件事情 超过五分钟 骂的就来了 就是说 这帮看客 又想起当年鲁迅 在日本上学的时候 看着那个照片 中国千刀万剐 周围那些冷漠的眼神 说今天这些人冷漠的眼神 都变成了他们的手机镜头 还有人就如此惨剧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点太苛刻 的人性 谁能挡得住这种冲动 除非就是围观的那几百人同时冲进去 估计老虎就瞎蒙了 那个冲不进去很难爬 对 你看看后来这个 他这个家属这一边的人 也有出来说话的 再怎么说 他就算是从后面翻进去 那也是他动物员管理不单 不能给别人那种 翻进去的那个机会 那别人就不会 有从那里翻了 你既然有漏洞 别人他就肯定会想到 这个方面的话 也应该动物员也有一定的人 这个管委会你看这个声明啊 就是非常客观的语气 实际上是在说明翻墙的难度 我看就是说这个这个三米高的 外围墙 格子你说他们家属那边这个理 你觉得讲得通吗 讲不通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制度是没有漏洞的 你爬进去之后这个事你洗不了地 这个怎么洗地呢 你明明看到有危险标识 你还爬进去了 也就是说你实际上是置人类的规则于不顾 那只好让自然界的规律来解决你 我觉得事情就是这样的 大自然的规律 老虎的规律就是弱肉强食 你过来一个猎物我吃你 那实际上我们人类已经把这个围栏给围好了 我们人类文明发展了几十万年 终于告别了如毛隐血 围起了围栏 然后你非得爬过去 那这个事情就是只能大自然的规律来解决你 对前一个就是江坤了是吧 但是江坤那是喜剧 这也是悲剧 对 但是这样 我觉得那个道理 就是家属讲的道理 他站在他私人情感上 他讲他的道理 道理肯定是不成立的 就是我们把这个事换一个场景 大家都看得明白 你今天换到老虎 大家觉得因为在动物 虎本身是个宾位动物 要不是咱们这两年老养着 他早就死绝了 也咬不着你了 我们如果把这个场景换到高速公路上 高速公路也有未来 对 你如果穿越进去 那你知道可能发生的后果 对不对 你可能就是你死掉 还有一个可能是司机死掉 因为很多司机在高速行驶中 你突然换了一个人处理不当 他可能会出现生命危险 那么如果这时候你非说是高速公路管理者的问题 说你这围栏不够高 我能翻过去 或者说你还是有出口 我可以从出口运向进去 这个道理根本都是不成立的 规则就是规则 规则你看懂了就是规则 不一定非得有文字说这不许翻进去 你没有文字你也不应该翻进去 对不对 你像他这个就是说哎 你应该要防人是吧 你就防着他 怎么都进不去 那没有 那么监狱还有人 对监狱还有人跑出来呢 对不对 还是有漏洞呢 对不对 这个所以这个道理不成立呢 这个是在有相当一部分人有这种观念 就是我认为啊 咱们既然有这个法律 法律有个民法通责 民法通责一个简单的说法 今年才要审定 今年才要审定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谁过错谁承担责任嘛 你的过错在前啊 对不对 所以尽管这个这个惨剧 我们都不希望发生 从人道主义角度上讲 我们当然不希望这个事情发生 但是老虎 他不懂人道 他只懂虎道 对不对 虎道就是你进来 你进了我的领地 那我还以为谁塞进来喂的呢 对不对 我不懂嘛 外卖的来了 所以网上说老虎用锤不锈 你可以看看这照片 你可以看看这网上搞出的这个照片 似乎呢 这个同情老虎的居多 啊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一个是老虎 勇吹不朽 你再看下一个 就我的世界一片悲伤 哎 可是呢 又有一些人就讲了 就是说 说这个人呢 有没有点基本的这个物伤同类的这种 这种悲悯 就是说哎 这种围观呢 这种甚至是变成有点狂欢了 这种感觉啊 就是说好像而且都在那就是说 哎 这老虎这个太太冤枉了 凭什么你人跑到人家地方 老虎只是施展了一下他的本性 结果最后老虎被击毙 老虎被击毙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 是给大家交代这件事 其实老虎后来已经这人该死已经死了 这个老虎你打不打他死 跟这个人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 不是当场 这就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嗯 为什么你看好像呃 我不知道不能说是全世界啊 很多地方我觉得似乎这有一种人类的律令 还是什么 人类的优越感 就是动物你弄死人了 我听到的一般都是事后要弄击毙的 嗯 这是这是交代什么呢 这是给老虎交代呢 还是给人类交代 人类形成的文明就是这样去制定的法规 如果老虎形成一个文明 他就反而制定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我我我我当时 我后来写了一篇文章 但我很淫蜜的说这个事 哈 因为大家都觉得你还不能 就有些人是规则于 于不顾 嗯 中国的规则跟西方都升级的 我们简单的讲哈 你在国外你出国旅行干什么 你经常看到那坏条线就完了 没有人越过这条线 咱们不行 咱们坏 就是外国划线的地方 咱得有围栏 外国有围栏的时候 咱就得派着重兵把守 就是咱总比人升一级 你看咱的大马路上 咱们今天北京啊 其他城市都一样 马路上大量的围栏 你看国外哪个马路上搁围栏 他为什么搁围栏 因为老有人穿马路 不走自个儿的路 所以他被迫做出这种围栏 不仅是城市这个景观不好 更重要的是人的心理感受不好 哎 您甭说这个了 互联网 咱们在国境线上还有个防火墙呢 是不是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我看一个文章 他讲的什么意思啊 就当然这个人就可以说是咎由自取吧 说但是呢 毕竟一个贫寒之家 扔下这个孤孤儿寡母 这对这人来说 这是一个不幸 就像哎有些人说你说他闯红灯给撞死了 对吧 当然这撞死了一方面 我们说他是违反规则的后果 但是另一方面呢 他是不是我们也是应该唏嘘不已 而不是在这痛骂谴责嘲笑 是不是也有点太狠了 我觉得是的 因为你要看到说 起码说翻动物园这个墙应该罪不至死 就像说这次我觉得很多人他这个愤怒来在哪 觉得说是对我们平时生活中的愤怒 你觉得说不排队的 弄熊孩子在外面闹的 然后这个还有什么老人倒地服不服 就是像很多社会的这个积累的怨恨 愤懵集中到了这个被老虎吃掉的人身上 这个这个人被老虎吃掉 实际上他当然 他是罪不至死的 但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说 有很多人觉得很痛快呢 实际上我觉得是对社会现象的一种反击 哎你这个观察有意思 所以我就记得这个作家刘振云做咱们枪枪的时候 曾经说一句话 我印象很深 我觉得他说出了我们枪枪三人行的特点 他说中国人聊天啊 永远爱把一件事聊成另一件事 说本来才聊这件事 你看最后说的都是另一件事 对 所以我就说这个虎吃人的这回事 我见到的那 有伤人还没吃 就是把人伤伤致死 伤致死了 但他这人听着更残酷 你说哎就有人人聊到另一件事了 就比如说就说这个门票啊 说这个人他给他老婆给他两个孩子 买了130块钱的这个门票 他自己就为了省这点门票钱 这样搭上一条命 他说这个一方面是他不应该 但是另一方面我也要问对吧 大好山川不光是属于富人的 也是属于穷人的 说在这个美国不是有人举例子 美国的什么国家公园是吧 说是前些年的价钱 开辆车进去 车里边可以有几个人的20美元 而且可以多次进出 有效期7天 人家那是几千平方公里的国家公园 对吧 那中国的这个黄山什么价 张家界什么价 都是200是吧 300 庐山是你的通票加起来1000多 就是啊 那么这个可能对马爷这样的富豪来说 但是对于这个班长的 我也很不愿意买票 你胳膊腿差点 这样我想起来 那个昨天那个故宫博物院院长 山继祥嘛 他就说他们 为什么故宫是淡季40 旺季60 说我们完全可以定到100 故宫这种水准的建筑啊 藏品对吧 说为什么不定更高呢 因为你价格抬的越高 你实际上是把弱势群体干出去 对 就是这样 所以我我现在就觉得就是 在中国吧 有些事 你比如说你一讨论 老让人觉得呢 好像很无奈 比方说 说这个医院那么收费贵 哎呃 站在医院的角度呢 那医院说我这医生也得发工资了 对吧 呃 你说什么学校收费贵 那人说我教师待遇已经不高了 好像都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中国这钱到底去哪了 为什么很多票价你就降不下来呢 不是 那这个得从逐个的分析 咱都熬成一锅粥 没法去说这事啊 第一 我主张自然景观 美国就这个态度 自然景观是免费的 因为那是大自然赐予你的 对 谁都能看 那不要维护吗 没有没票钱 对 维护的区域 你维护的区域 你有权利收费 对吧 你比如像这个这个老虎 老虎 它是人工换 这个换养的老虎 那可不是野地里的老虎 而且这些地方呢 不是属于大自然景观 它这种虎原都是人为造成的人为景观 它收费是正常的 今天你要承认你是一个经济社会 那么西方的博物馆 咱们跟西方的很多事情是翻的 西方的博物馆 不收费的博物馆 全世界就是著名的博物馆 除了大英博物馆 大英博物馆 你进去至少有十个展览 你看不上 那都是收费的 免费的区域就这么大 然后还有美国史密森博物馆群是免费的 是因为当年的百年二百年前的合约就是签的是免费的 剩下的全是收费的 但我们博物馆是国家免费的 你发现没有 也是这几年才免费的 免了也有十多年了 全是免费的 除了故宫博物院 那么故宫博物院从某个角度上讲 他更像旅游景点 他对于百姓来说 他不是看博物馆的 看景点去了 所以我们的所有的景点都比较昂贵 在景点的比喻当中 那当然比价当中 故宫是最便宜的 那各地就 刚才你说的那各地的 我都有的没去过 就什么黄山华山 就市山九收钱 那么他现在 因为中国的旅游是这些年才兴起的 而且中国的旅游都是暴饮暴食 突然好的时候 人满为坏 都一步 画山好像五一的时候 每年都得多人去维持秩序 成人山 人山 你没有钱的时候 你画山都没法去维持 所以他就要收费 还要创收 还要收一收各种问题 所以价钱就上去了 我是建议有大规模的景观 是不应该收费 或者是低廉收费的 就跟美国黄石公园一样 我其实就这个事 我还有一点想法 就是你看这个人也特别惨 这个老虎也特别惨 那问题出在哪呢 我觉得每当出现两方都很惨的时候 应该就是体质出了问题 我觉得动物园这个体质 其实是有问题的 就大于说我们人类 的的确确我们是有我们的物种优越性 现在看 你上次说的那个人类简史 我们从中有六种人类是吧 假使那五种还存在 现在一定在动物园里面 假如恐龙还活着 它一定在动物园里面 食肚鸟一定在动物园里面 我们人类就是这样一个霸道的一个生物 你不用说这个了 就是中世纪的时候 你会看到一些今天所说的 有些畸形的人 对残疾的人 都是被当成怪物 在那被龙子里展览的 卡西莫多 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这个傲慢到了 说我们把这种生活半径 要打几十公里的老虎 竟然放在一个几平米 几十平米的一个小地方 跟我们看 然后你还希望它特别温顺 你还跟它拍照 你还觉得它特别萌 它怎么可能萌呢 我前一阵去跟北京动物园 一个养熊猫的 一个老先生养了二十多年 跟他聊 我说熊猫大家都说特别可爱 他说熊猫这玩意 我养成半岁之后就不抱它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你忘了它叫熊吗 咬人 所以前两天 我去了巴达岭长城 我就问当今科展老板 我说哪最好玩 他说巴达岭野生动物园 那不前一阵也是有人被老虎咬死了吗 对 然后我想起觉得很荒谬 我就没去 但是长城底下 它有个熊乐园 就是那些黑熊都放在那 很多人有人在那喂它 然后就有一个人在那冲着黑熊 学熊叫 那里面熊气的 跟他对着叫 那熊哪受得了 你冲他挑衅这个 然后我当时就想对他说 哥们你要不进去叫 所以我就说你讲的像熊猫这个 我原来听见有一个摄影师 有个摄影记者 你知道吗 到今天你说起来也真是不能人道了 就是离熊猫太近了 然后你看熊猫很温顺 它的爪子可是熊爪 对 就夸一下 整个这个什么音部 收走了 你知道吗 咱们去下广告 将下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你刚才讲的那个就是人类简史啊 呃现在又有一本叫未来简史 呃刚收到 呃对就这个这两本书啊 最近大家聊的比较多 就是这个以色列的这么一个学者 挺挺年轻的 见见过他一次 你啊 他来过北京去年 是吗 对 哎呦我觉得长得就是特聪明 对 跟你差不多 但是我看他这个书里啊 这个作者啊流露出一种很强烈的思想 就是对人类中心论的怀疑 对 而且因为他在这个人类简史和未来简史里 你发现没有他的重复 他反复的提到一个事 就是说这个动物 哎 从某种程度上讲 比如说牛和羊 从基因的利益来说 他们应该是最成功的 因为人类把他们寻化了几十亿只牛羊 从这个DNA上是成功的 他但是这个并不能代替个体的幸福 这就正如说一个国家 你GDP多么高 说你国力多么强 嗯 这并不能代表你这个国家每一个个人 他的幸福和尊严 他就说 对于一个牛来说 他本身 他也有像人一样的感情 感觉 他的整个的几百万年的设计 他是要散步的 对 他是要调情的 他是要转来转去的 可是终生 现在他就给你关在这么大的一个司徒格子里面 然后牛生完了就是 给你喝 奶牛 对吧 生了小牛 喂不了几天 母子分离 然后为你人类不停的产奶 嗯 他说所以说他就说 这种人类中心论啊 我发现这次老虎完了 也有人写文章 提出类似的这种观点 就说这个动物园本身就是个非常残忍的 没错 没错 这现在有一种啊万物伦理观 不是 现在是不仅仅是动物残忍 因为我后来写了篇文章 就写这个老虎 我说你人类认为说在人类和动物发生冲突的时候 人类至上 所以把动物给打死 我说老虎如果会说话 他一定不这么说 对不对 那就是说反对你以人来作为中心 但是我们人类还有一个弊端是我们今天忽略的 就是你觉得动物园不该办 那我们人类自我展现呢 你上舞台是不是一个动物的展现 你很多肢体的展现 很多特殊技能的展现 包括表演 包括我们做的都是一种展现 这是你自我诱于一个圈子 叫咱们诱于传播的方框中 对 传播我们也是一种展现 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内是被无形的东西圈着的 但是您是我请来的 是您乐意的 人老虎照谁也行 哥夫曼说生活本身就是一个舞台 我们确确实时无时无刻不再去表演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如果单身就事论事的话 这个事情 我想起我有一个朋友前一阵去非洲 他说那个很有意思 就说这个他们怎么去看野生动物呢 一群人被运到那 然后一群人放在笼子里面 把人割笼子里面 然后等着野生动物来 我觉得这个是我能想象的最完美的解决方案 就是说野生动物是自由的 因为它这个 它还生活在大自然里面 起码在这个国家森林公园 国家野生动物园里面 人呢 是可以选择自由的 等你看完之后 你就可以走 那动物呢 看到了你这个奇怪的人 他觉得可能没什么 但是人呢 又满足了你去看动物的这个想法 我觉得这好像是一个相对完美的一个体系 所以你的观点应该把人关在笼子里 对 你想去 你不想去 你可以不去 我马上就去 我马上六月初我就去非洲 真是 咱可以合作开一个 是吧 就开着卡车 后边一铁笼子 就跟当年关革命烈士似的 那里面多强强三人 万一 那个熊 或者虎呢 一高兴过来 向你催肚 那你算瞎了 一口是一口 这就不能说了 有些那个爱护动物的 我现在发现这个互联网啊 就是说你没法相信什么是真的 那个时候聊的大大发的就说 说你看人南非动物园 对吧 老虎要伤人 这个会开枪 但是开枪打的是人 你发现现在很多谣言是宣泄他一种情绪 他这种情绪 我觉得格子刚才说的也有道理 很多人他是一种对社会不满 或者是对自己的很多感受 这个问题是出的这儿 就是我们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 我必须检讨自己 我们在一方面反对别人不遵守制度和规章的同时 自己同时还不遵守另一种制度 对 我不是每一次都按照红绿灯过马路的 对 我检讨自己 我有时候没人的时候 我宜人也没有车 一个小道 我有时候就过去了 对不对 我一看我目的索急和我的速度判断 我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这种事情你要在日本啊 德国啊这样地方 他坚定的在那站着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要求全社会都遵守一种制度的时候 只能从自己做起 你要求不了别人 道德就是这样的 对 就是对自己的要求 我也反省自己 你说这东西 那天我在手机上就看了一天 我心里好像有个道德的字 我觉得我这样是不是有点不对 实际是有种猎奇 看着老虎怎么把人拖走咬什么地方 有一点的 你说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恶 我心里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不算恶 我觉得你之前说的很对 就是人实际上是一种目的性很强的动物 我们是会给自己讲故事缘过去这个事呢 我们一定会给自己变出合理的故事来的 而故事正是我们往前抖的这样一些基本的拐杖 这种故事只有人类自个儿听的 没错 别的动物都听不懂 其他五种人类都听不懂 只有智人可以听得懂 我们的故事就是世界以我们为中心 对 我们对牛 对 所有人都是所有动物都是为我们服务的 这个现象即将改变 下面这机器人要出来了